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要坚持做一件事,也会功德无量,福气万千。 1.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永远都不会晚,从孝顺的那一刻开始,行孝一天,福气就会积累一天。 几千年来,人们把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 孝也是我们考核一个人的第一个关卡,会以此为切入点来了解这个人。 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如何能够真正去爱别人。 一个对自己父母都不想负责的人,也难以在这个社会上对他人有责任心、责任感。 曾国藩的祖父年老患病,口不能言,行动不便。 曾国藩的父亲在床前侍奉多年,没有一点抱怨。 人们常说,酒病床前无孝子,曾国藩家却恰恰相反。 子辈孙辈都以侍奉老人为荣,丝毫不嫌弃老人身上有异味。 这是因为,在曾氏的家风里, 报答父母的身恩养恩,是为人子女最大的福分。 后来,曾国藩虽长年离家,与父母不在一处, 但距离并未影响他尽孝。 不论是在进京路上,还是在京为官期间, 他都没有耽误给家中父母写信, 而写信中的内容详细到近乎琐碎。 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 堂上各老人须,分须,以凡所为贵。 话乐戏,试乐戏,越能了解到父母的情况, 善待父母,要有耐心,不急躁,不烦躁。 每个人都会长大,都会变成父母, 每个父母也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正如毕书明所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仅剩归途。 有父母在的日子里,我们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独, 没有父母在的日子里,走到哪里都是流浪。 别在父母在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和多些陪伴, 我们应该给父母最好的爱,就像他们从小爱我们一样。 当你对生活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别担忧, 父母也都会永远在我们身边义无反顾地支撑我们。 有时候多陪陪父母,多一些关心, 其实有时候我知道大家比较忙, 但是抽点时间陪伴,打打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 无论你财富多少,孝顺父母永远是不能等待的。 孝顺就是积攒福气的开始, 一个对父母好的人才能有机会让大家相信。 其品格和人格的高贵, 自身有吸引力,汇聚正能量,出事自然顺利。 二,清净口业。 哲学家说,紧闭你的嘴巴,苍蝇永远飞不进来。 口业清净是人生的享受, 因为如果从未因一时气愤, 恶口辱骂人就不会斩断多年的行义, 而人缘散去。 无量寿经,终告解人们, 要善护口业,不及他过, 善护深夜,不失律仪, 善护异业,清净无染。 口业是患苦之门, 获类之时,一个人每次说出善人的话, 都是在给自己造业, 福报都是从这张嘴里跑光了。 如果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 不说妄语, 两舌, 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 经常说善语,利益他人的话, 福报就会越积越多。 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情商高, 很会说话, 其实正是因为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 说适当的话, 既不让他人难堪, 也显得自己大方得体。 用善语,才能结善缘。 一句同情理解的话, 就能给人很大安慰, 增添勇气。 而一句, 不合时宜的话, 就如意把利剑刺伤别人。 开口说话前, 你要学会思考, 比如你听到了谣言, 在你传播出去之前, 你要思考, 这些谣言, 重伤是真的吗? 说这句话的人, 与被他重伤的人之间, 是否有利益冲突之处? 他是否要利用我来传播这谣言, 帮助他取代别人的地位与利益? 要去冤枉一个人之前, 要先想想, 这种冤枉我受得了吗? 这个谣言若非属实, 受伤害的人若不原谅我, 解此怨恨我如何应付? 我这样做, 会使他无法出头天吗? 会掩护他的亲人, 使他的亲人抬不起头吗? 此冤枉若有一招, 爆白于世, 清洗于世, 我还有面目立足世间吗? 一思在思之后, 必然闭口不谈他人是非, 出口即助人之言, 鼓励人之言, 感恩人之言, 如此口业就清净, 口德就成就了。 离生、福远和的地步, 也就不远了。 三, 知所就改。 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些人, 对待一些事物, 明明自己厌恶的, 非要装作自己很喜欢, 明明自己有私心的, 非要强迫自己装大方, 明明自己无法宽恕的, 却在强迫自己假装不在意。 他们或许会认为这样是在修德, 但实际上这只是表演修行。 佛说四十二章经中写道, 人有重过, 而不自毁, 顿兮其心, 罪来附身。 如水归海, 渐成深广, 若有人过, 自解之非。 改恶行善, 罪自消灭, 如病得汉, 见有圈孙儿。 意思是说, 如果人有许多过错, 而他自己不觉悟, 不悔过自心, 这就顿然失去了改故之心, 那么罪业就会向他奔来。 就好像河水流向大海一样, 越积越深越大。 如果人有过错, 能自己知道错了, 从而自己改正解脱, 能改恶行善, 那么他的罪业自然就消除了。 就好像病人出了一身汗, 渐渐地疾病就会痊愈或减轻了。 人不可能完美无瑕, 没有任何缺陷, 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 真是面对自己的缺陷, 从而能改, 善魔大眼。 人生最要紧的, 不是知道大道理, 而是马上付诸于行动, 而且自己也不要期待自己, 马上会有彻头彻尾, 宛若重生般的改变, 这是非常肤浅的想法。 改掉自己的缺点, 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只有坚持不懈, 时间久了, 力道就会改变常数, 从而改变命运。 做最好的自己, 才能碰见最好的别人。 付出的修行终会一天, 会全部回报给我们, 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 不失行善。 世间万物皆有定律, 一切皆有情因后果。 生活中很多人都经常抱怨, 为什么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呢? 命运不是佛菩萨给的, 也不是阎罗王给的, 而是你自己修的。 自己修, 自己享受, 修善得福, 修补善得灾祸, 全是自作自受, 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不是别人安排的。 轮回中的众生, 都是为了寻求自己所欲的安乐, 都想要财富, 美食等可以享受的质。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求。 不失是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 不失可以广结善缘, 社区迁滩, 培植善根。 佛经上给我们讲的果报, 不失是因, 你修财不失, 你得财富的果报, 你修法不失, 得聪明智慧的果报, 你修无畏不失, 得健康长寿的果报。 无畏不失, 果报是健康长寿, 无畏不失, 是让一些众生都能得到保护, 不受到生命的威胁, 所谓生命财产威胁。 法不失, 果报是聪明智慧, 法不失是教人开智慧, 教人得到生活的能力。 真正的法不失是以身作则, 如法修行, 做一些众生的榜样。 以修法不失, 这一生得聪明智慧, 以德法不失, 这一生得语吃果报。 财不失, 果报是福报财富。 财不失以钱财和各种物品, 设施, 救济贫穷的众生, 使其能养活色身, 治疗疾病, 生活便利, 以培养我们舍掉贪心的念头。 地藏经说, 舍一得万报, 如果以大力不失的功德回向法界, 生生世世能得富贵。 不失不在于现在多少, 在于你心根力, 你的心真诚, 你的心恭敬, 发着善心, 善行去修, 避孕如同一个种子, 播种在土地上。 不失行善, 正是为这颗种子浇水施肥, 为这颗种子积攒成长因素。 加以时日, 便能见到花开结果师。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